大家好,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咱们先插播一条游学广告 我们准备在10月20号到25号组织大家到华北明珠、天津、还有河北尊化去游学 一说天津,大家肯定不陌生,四大直辖市之一 虽然它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城市,但是也有很多古迹 比如像它的府文庙、县文庙 这是中国唯一的两个文庙,府县两个文庙挨着 这个特别的特殊 然后比如像它的古楼,像它的博物馆 另外就跟近代史有关的很多史迹 比如像这个溥仪柱的靖园 像这个青王府,五大道里的青王府 这些东西都非常值得一看 另外就是在它的郊区,比如我们会参观大沽炮台 第一次第二次洋面战争中国人民反侵略的一个实地 再有就是著名的基辅号航空武舰 俄勒斯的基辅号航空武舰 然后我们还会去到这个季县 看著名的这个独乐寺 中国现在辽代建筑只留下了八座 就是所谓的八大料构 独乐寺就占了嘴 一个是山门,一个是观音阁 绝对是这个令人震撼 然后尊话就不用说了,清东陵所在 大清入关之后十位皇帝 除了溥仪,五个藏在东陵,四个正藏在西陵 而且藏在东陵的皇帝都很有名 康熙,乾隆,甚至包括慈禧太后都在这 所以从小看着什么孙殿英东陵盗宝 大家可能对东陵也不陌生 这次我们到实地去看一看 特别欢迎大家与我们同行 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 好,那咱们言归正传 之前咱们聊过几期来华传教士的故事 主体而言,这些传教士隶属于两个组织 一个是天主教的耶稣会 还有一个是英国的圣公会 这耶稣会的故事咱聊过了 那这圣公会是怎么回事 今儿咱就聊聊这个 英国的圣公会又被称为英格兰国教会 起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 在此之前,英国就已经是一个天主教国家 他的教会听命于罗马教皇 1533年那会儿 当时的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 准备跟自己的媳妇王后凯撒林离婚 迎娶自己的侍女安妮柏林 凯撒林秃成西班牙王室 按照当时的规矩 他离婚必须保留罗马教皇批准 王后本人坚决不同意离婚 而罗马教皇就是由于西班牙逆挺 才保住自己的权威 于是左右为难 可是亨利这边时间不等人 安妮柏林怀孕了 必须赶紧找教会主持婚礼 把身礼补成熟放 当时英格兰教会终于罗马天主教 这个亨利把教会的头头领脑给撤职 换上绝对忠于自己的亲戚 那些被换上去的 当然得执行国王的命令 宣布亨利八世跟凯撒林婚姻无效 并且主持了国王和安妮柏林的婚礼 这事之后 罗马教廷阵容 宣布把亨利八世开除出教籍 而亨利八世呢 也不甘示录 通过威吓和贿赂 强迫国会通过了一个至尊法案 宣布英格兰国王 当然是英格兰教会唯一的权威 禁止英格兰教会 在不经国王允许的情况之下 发布任何规征制度 任何英格兰境内的教士任职 都必须要经过国王允许 这还没完 亨利八世有操纵议会通过了叛国罪法 规定任何人只要不承认 国王对英格兰教会的权威 就将以叛国罪的名义被判处死刑 这些这个法律通过之后 之前那些阻碍亨利和凯撒林离婚的 英格兰教会首领 就成了第一批倒霉蛋 他们被亨利八世窥上法场斩首 杀衣停摆 告诉大家违抗国王的下场 其中呢最著名的一位 就是写了乌托邦的托马斯莫尔爵士 如此一来英格兰教会 事实上也跟罗马教会分裂了 只听命于亨利八世本人 从此之后 英格兰教会呢就被称为圣公会 以区别于罗马的天主教会 当时欧洲大陆上啊 对抗天主教的新教是否发展殉报 但是圣公会呢其实并不是什么新教 他除了不承认罗马教皇之外 其他的教义礼节跟天主教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有句话讲 别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既然新教和圣公会都是天主教为仇仇 那么很自然的 不少在欧洲大陆受尽迫害的新教徒们 就纷纷来到了英格兰 逐步呢在英格兰民间就有了不小的势力 亨利八世去世之后 英格兰的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啊左右反复 到詹姆斯一世继位的时候 他虽然信仰天主教 但此时圣公会和新教势力已经大大增长 詹姆斯并不能开历史的倒车 让英国重归天主教怀抱 相反呢 他在位期间反而组织学者 用英文编转了钦定版圣经 正在看作是英文和英国文化发展的里程碑事件 从此之后 圣公会传教可以用大家都能听懂看懂的英文 而不是晦瑟南统的拉丁文了 那么当然圣公会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 也伴随了英国的影响发展到海外 在当时凡说英语的都是圣公会的信徒 此时圣公会的第一宗旨 还是维护英王在教会中的权威 但是在斯塞和王朝时期 英格兰经历内战 王室名誉扫地 如此呼作非感言 甚至有国王被看头被放逐的王室 真的有资格做大家信仰的教会共主吗 所以在北美殖民地 曾经的圣公会成员们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这儿天高王帝远 哪怕有人公开声称国王没资格统治英格兰 这个也不会被怎么样 争吵之后 北美的教徒们大致就分为了两派 一派继续拥护英王和圣公会 另一派主张在北美 用自己的美德践行上帝的荣光 这一派被称为清教徒 17世纪的时候 圣公会的地盘在南 清教徒主要在北 比如波士顿在这发展自己的家园 也正是在同圣公会分裂之后 清教徒形成了宗教宽容 积极平等这样的理念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美国的历史 与同时 圣公会自己也经历了若干的改革 先是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 这个福音派改革 然后呢19世纪的牛津改革 虽然在此之前 圣公会的很多理念和仪式 跟天主教会区别不大 几次改革之后 圣公会就抛弃了天主教的许多繁文入节 并且在新教的影响下 强调大家平等的信仰上帝 也就被当做了新教的一支 美国建国之后呢 他们的圣公会宣布不但承认 英国君主是自己的最高领导 自建门户 再往后随着加拿大建国 他们的圣公会也从英格兰独立出来 所以直到现在呢 最大的几个圣公会 就是美国加拿大和英格兰的圣公会 到了19世纪 圣公会完全脱离了君主制的掌控 成了新教世界当中举足轻重的一个力量 尤其是在对外传教这方面 早在家庭男朋友之前 就已经有来自英美的圣公会传教士 在沿海传教 他们学习汉语翻译圣经 靠着给人治病的方式 收获了不少信徒 1840年之后 更多的圣公会传教士来华 系统的引进了先进的英美教育和医疗 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 1866年 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开发了第一所教会医院 也就是同仁医院 1873年在上海设立了圣约翰大学 这所学校呢 是民国时期中国最优秀的最高学府之一 被誉为是东方哈佛 如今英格兰圣公会教条当中 英格兰君主是唯一的权威 这一条还在 但是英国君主呢 早就丧失了实权 前些年驾崩的这个老国王 老太太伊里山白二世 还发表演说 圣赞圣公会 给予英国民众信仰和归属感 而圣公会呢 则回应说 女王回应了上帝的感召 一来一往之间 圣公会在几百年内的改革 是非常明显的 最早作为亨利八世 寻求个人私欲野心的工具而创立 并且了屡屡作为宗教迫害的武器 给英格兰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但后来经历过宗教改革 君主对宗教的影响被淡化 而宗教的目的 也不是他的逞出异端 只有这样改革之后 宗教的道路才越走越宽 圣公会呢 就是很好的案例 至于那些动不动就号召信徒 盲从权威 动不动就煽动仇恨的宗教 别看了 有时候蹦的挺高 终有一天会迎来被历史抛弃的女 好了 关于英格兰圣公会的故事 咱们结束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